好 諸位法師 各位菩薩 大家早上好 師父好 好 那我們繼續跟大家講這個 修學佛法的一個智慧觀照 那我們前幾次的共修會 我們這個主題進入到這個華延 宋代的這個靜水靜元大師的這個 普賢恨願燦儀 普賢恨願修正儀裡面 有關這個華延教官的兩個主要的一個重點 一個就是無障礙法界觀 一個就是帝王無禁觀 那你在靜水靜元大師的普賢恨願修正儀裡面呢 你會看到他就是叫做 趁自家疲如法界 修本友的普賢行骸 就是這兩個官門 那我們前幾次的共修會裡面 也有跟大家講到這兩個基礎的要認識的 那我們今天再繼續往下講 那這個需要一點時間 還要你們要多聽幾次 才會熟悉這個華延的這個 教官的這個重點 那我們今天就從一個 所謂一心真如心啊 這個毗魯法界就是一個無障礙的一個 真如法界 毗魯法界 那也就是我們原來我們心性的本來的樣子 禪宗講本來面貌 那我們在認識這個一心之前 我們起信論裡面跟大家講 我們依於這個一心 有開兩門 哪兩門 大家知道嗎 一個是心真如門 一個叫心生滅門 我們要了解這個 物疲如法界修苦賢心海 首先我們要 借用這個真如心得的二門來理解 那什麼叫心真如門 簡單講就是你的本來面貌 也就是你在一切的境界現象當中 你都能夠保持那一份心的寂靜 這個叫真如心 你不會隨緣起事項 上上下下生生滅滅 好好快快高高低低 產生妄動 生滅的妄動 這個叫寂靜 這個叫真如門 那另外一個心生滅門是什麼 生滅什麼叫生滅 不斷變化叫做生滅 那為什麼會生滅 因為因緣 緣起啊 所以這個心生滅門 是從緣起這邊來講的 那佛菩薩叫做什麼 佛菩薩的緣起 他不是跟眾生一樣是妄想生滅的緣起 他叫性起 這個我們上次有跟大家講 因為他是在整個海印三昧的定靜當中 像平靜無波的大海一樣 映現這整個法界的萬有的身羅萬象 可是他本質是寂靜的 所以他在一切緣起的過程當中 他是寂靜安住的一個智慧的一個絕招 和這個叫做疲弩法界 他跟萬有也不互相衝突 所以這個一心有這二門 有真如門 還有一個就是眾生緣起生滅的這一個部分 可是對於緣起生滅的部分 對於佛來講有沒有影響 有沒有生滅 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緣起的本身 他當體就是寂靜的 在流動的因緣現象當中 佛菩薩 法身大智菩薩 他就是不生滅性 這個叫做襯皮如法界 依著這個不生滅性的真心 來回應這個世間的境界 跟緣起跟現象 這個叫做修苦賢行 依著你的真心 來回應這個世間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般若的一個妙用 所以一般世間緣起 這個我們叫做夜遊 因為夜感因緣而有的 我們眾生叫夜遊 那菩薩叫什麼遊 菩薩叫妙遊啊 有沒有 在念經的時候會看到 為什麼會有這個差別 他的妙是妙在哪裡 妙在他這個遊 不是真的眾生的煩惱的遊 生滅的遊 妄想的遊 他是智慧波羅的作用 他是無量的慈悲 無量的願力 這個叫妙遊 所以菩薩的遊 跟我們的遊不一樣 我們的遊的負擔太大了 生滅妄想 煩惱顛倒 或夜苦 菩薩的遊是寂靜的 他是隨緣護感 然後慈悲周遍 願力周遍 智慧片滿的 這個叫妙遊 所以他的遊是不苦的 不黏的 不幸福的 這個叫妙遊 所以要先知道 首先要先知道 我們這個一心 這個真心 真如心 有這兩門 就是真如門跟生滅門 來看他 緣起的這個流動性當中 眾生是相應這個流動變化 而有生滅的生死 那諸佛菩薩是相應這個緣起 而有一個智慧的一個絕躁 跟一個極境 而有的自在妙用 的一個展現 這個就是 襯匹入房界 要能夠展開普賢行的 菩薩萬行的一個內涵 就是這兩個重點 好那我們再借用一下 其他的經論裡面講的 這樣大家會更深刻的去理解到這個 悟匹入房界跟修土賢行海 這兩個觀型的一個關係 跟連結 其實在佛菩薩來講 他就是一體的 那因為我們眾生 他需要一個見識跟次第 所以你要從禮上 悟到匹入房界 真如心 空性 那從世上展開 他是一個隨緣 能夠自在 能夠智慧作用的一個 慈悲跟願力的一個開展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的 那個良貌寶燦的菩提心啊 發菩提心的重點 菩提心有惡法對不對 知一切法空 杜脫釋放一切眾生 那這個這惡法有沒有離開 要悟匹入房界修土賢行海 沒有其實是就是一樣的 他只是文詞敘述不一樣 好 那知一切法空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剛剛講的 心真如門的部分 就是你要悟匹入房界的一個 核心根本 就知一切法原情自性 以這樣的一個空性的一個基礎 的一個般若 覺性本覺智慧的一個根本 來度多十方一切眾生 這個叫做修土賢行海 對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從這裡去了解 你就會更清楚 所以這怎麼解釋呢 也就是說菩薩 他是念念消歸心性 我們眾生是念念都是向外攀緣的 菩薩是念念向內攀助的 這個叫消歸自性 那菩薩知道一切萬有 在佛所謂一真法界啊 的這種信息法界當中 一切每一法法法 每一個世相因緣 每一個眾生都是什麼啊 都是叫做真如 雖然他現在的狀況 有可能是二道的眾生 有可能還在三界六道當中輪轉 可是他的本質是什麼啊 本質也是這個佛心 也是這個佛性 也是這個真如 所以這個是佛的智慧眼界高度 看眾生的跟他是不二的 這叫心佛眾生三明差別 可是我們眾生為什麼有差別 因為無明不覺 妄想心 所以有世間一切境界的 這個知見認知的想法 這苦就苦在這裡 那菩薩他是念念消歸自性 這個叫知一切法空 知道萬法都是真如的一個展現 所以在他度多眾生的時候啊 他有沒有做眾生想 有沒有想我在度眾生有沒有 沒有啊 這個叫做土賢行 就是他是依著空性的智慧 在修一些善法 這叫功德 否則就是三界當中的善業 那個會消化消磨掉的 所以對菩薩來講 他斷煩惱 真如門真如心有沒有煩惱 沒有啊 他理念 心體理念 無念 所以他沒有所謂的煩惱 所以他如果念念都是 在自信真如心上 他斷煩惱也是什麼 有斷嗎 無所斷 因為本來沒有煩惱 本來本自清淨 那他度眾生有沒有 有沒有所謂眾生 本可以度啊 也沒有 因為眾生也是 也是這個真如心啊 的展現 只是因為他無名不覺 而幻化出眾生的面貌而已啊 所以這個就是 在他度過十方一切眾生的時候 他知道 沒有我 沒有眾生 的一個 這個 妄想 簡單講就是這樣 所以叫做 斷無所斷 修無所修 度無所度 這個就是因為他能夠自一切法空 回到這個真如心的一個狀態 那他不會像二聖人一樣 二聖人他雖然自一切法空 可是他怎麼樣 他就即滅了 他就沒了 那菩薩不會 佛菩薩不會沒了 他會隨緣 所以這個叫妙有啊 好 雖然知道一切法的自信清淨 不可得 畢進空 可是菩薩能夠不壞緣起啊 好 所以說 了解這個實相的道理 我們學習佛法的關鍵 我們學習佛法的關鍵 是把境界給毀掉嗎 不是的喔 是把我們的妄想心給消除喔 這個叫不壞緣起 這樣知道嗎 所以 學佛不是要消滅境界 消滅外在的緣起 不對 佛法講不壞緣起 也就是世間有沒有 因緣有沒有 眾生有沒有 都有 那接下來都有 發生什麼事情 就各自隨眾生的因緣業役 而展開他們的世界跟身心 對 因為夜報不一樣 所以展開的身心世界不一樣 所有的受苦 可得受熱 那佛就是什麼 儒儒 這個就是不壞緣起 雖然知道了不可得 可是他不壞世間的緣起 不壞眾生 眾緣合合而生的 這樣的一個緣起 所以這個 雖然知道不可得 還要不要修 還是要修啊 還不要斷 還是要斷 還不要度眾生 還是要度眾生 要不要承佛道 還是要承佛道 好 那你說這個度眾生承佛道 到底是真的有外面的眾生 可承 可度 有煩惱可斷 有佛道可承嗎 為什麼沒有 因為就是自信 他就是自己 他是同體的 同體大悲就是這樣來的 你了解這個真心 你跟一切眾生 一切外在的因緣 其實都是整個叫做 一真法界 這是沒有妄想的時候 就是叫同體 才有所謂的 同體大悲 無緣大直 否則都是什麼 這是我的兒子 這是我的女兒 這是我的爸爸 這是我的媽媽 就永遠都是這樣 這個叫忘形心 永遠都是階段階段的 這個叫分段生死 一輩子一輩子 有你的眷屬 有你的身心的一個因緣 這個就是夜感 夜感的生命 那在佛他不是 他整個就是一個覺悟的一個 叫做一真法界 法法都是真如 一切眾生 一切因緣都是真如 那你說他最後修成的時候 他也就是 無智亦無德 心經裡面講的 所以在任言經裡面 他就是所謂的 入愚如來妙妆眼海 圓滿菩提 有沒有德 歸無所得 因為自性本來就是 這個叫法爾如是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整個佛道菩薩道的修學 我們第一個就是要消滅這個 有所得的這個妄想心 你才能夠悟疲如法界 才能夠叫治一切法空 你的菩薩行才能夠真的展開 否則都是什麼 都是我值得擴大 都是我值得擴大 在修一切的善法 那個都是我值啊 都是妄想 那你的果報就是什麼 因為你有做善 所以就是在人天 三界當中享樂多 可是有沒有生死 還有生死 所以關鍵就是在這裡 所以記得 修學佛法最重要就是 每一個你以為你在做的 現在的修跟善也都要 回到自信上來 回到心性上來 了不可得 因為緣情自信 要用這樣的一個心 這就是任免經講的如來逆因啊 一切諸佛過去往昔因地 修的所依根本 就是這個本訣 多忍空性的一個智慧 這個要知道 所以換句話說 大聖佛法 它是站在一個本來心境的一個角度 來斷煩惱 因為你的本來真如心 沒有這個煩惱妄想 所以它只是叫你什麼 回到你的本來而已啊 它沒有叫你做什麼 那是因為我們平常的這種妄想太多 還有它是一個本來具足 也就是你說你修 你度 這個其實也不是叫做有所修有所度 它就是讓你 本來具足的那個信德 跟佛一樣的那個功德 你現在因為妄想的關係 你不具足這樣的功德 你讓自己更圓滿 好其實往佛道的一個修正的過程 其實就是讓自己的生命更圓滿 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個叫本至具足 現在不具足 你透過佛法的修學 讓自己具足本來跟佛一樣的信德 這個就是一個自信功德的一個開閒 所以沒有所修沒有所度 的一個實質性 可取酌性 這就是開閒自信 這個就是修普賢行海 大家要知道 所以你在經論當中 你也會看到兩句話 叫做什麼 趁性啟修 還有一句叫做全修再信 那趁性啟修是從因地來講的 也就是從修正的角度來講的 那他需要加工用行 這個叫趁性啟修 那也就是要趁這個真如心 這個本覺的這個波爾的智慧 來展開你的善業 乃至是敬業 這時候不是只有善業 因為你是波爾的空性 智慧在發動身口力的 所以這時候叫做敬業 清淨的敬業 那這時候就有所謂的功德 好 那這個也叫做修德 透過加工用行 而有的這一份的功德 那這個在果地上來講 就是所謂的實報莊嚴 你的報生的成就 就是從趁性起修來的 好 這是真實的一個菩薩行 依依功德 雖然都是信聚 信聚是什麼 信聚就是你本來都具有的 跟佛一樣的 還是要修 為什麼要修 因為如果你現在不修 你現在也沒有那一個功德 因為我們無死 生死 輪轉當中 這種蓋葬 煩惱妄想太多了 那透過修學的一個圓滿 才有所謂的一個成就 所以這個就是要從 要能夠相應這個 所謂的入法性之流 這個稱職的就是指契合 順意 隨順 能夠入到這個真如法性之流 這個叫稱聖 清淨意識的這個體啊 真如心體 你視理如果清淨的話 你所流出來的 萬行 所展開 依著智慧展開的萬行 本質就是清淨的 這個叫敬業 所以流出來的就是什麼 就是叫涅槃妙心啊 涅槃就是你極淨 極淨的部分 阿妙心就是你能夠依這個極淨的體 能夠起作用的部分 這個叫妙心 也叫妙遊 那展開的就是什麼 無盡的慈悲願力 跟所有的妙莊嚴像 實報莊嚴的部分 那為什麼我們眾生沒有 因為我們不是趁真如心 而發起智慧為前導的身口意 差別就差在這裡 所以這個叫趁性啟修 好那接著 全修在性 這個是從果的角度 也就是剛剛講的修 也沒有修的實性 這個修也是講因緣 假戒因緣 假戒眾生的因緣 來開顯我們本質具體的心得 這個叫修 不是在修一個什麼 就是把我們原來具體的 你把它圓滿 把它充實了 宣佛就是這樣子的 十度萬行 這個都是修 那 藉著 世間的緣起眾生的因緣 來開顯我們這個本覺 這個一面不生滅的這個心性 不生不滅的這個心性 這個叫做全修在性 透過身口意的行詞 十度萬行 能夠寶歸這個波羅蜜亞 如果你只有故事 慈戒忍辱 精進禪 禪定 只有這些事項的修詞的話 這個就是善業 那為什麼 十度要叫做度 度就是能夠到底案 從煩惱的此案 到一個極境 涅槃 智慧的一個彼岸 這個叫波羅蜜 也就是要有這個空性的智慧 所以如果沒有空性的智慧 你在修這些布施慈戒忍辱 精進這些善法 他就是一個善業額 那如果你有這個智慧 那就是所謂的波羅蜜 能夠到底案的 這個就是禮一切向來 修一切行的 這個就是叫做度 這個就是波羅蜜 才能夠稱為度 這個就是敬業的一個成就 那這個就是全修在性 有這個智慧的觀照在裡面的 雖亦成就 而於性得亦無所加 雖然你最後透過菩薩道的修學 修到一個成就 那這個成就對於佛來講 這個叫不增不減 不增不減 但是從因果來講 相對於這個修學的因來講 他會有一個實暴莊嚴的一個果德 有一個暴 這個叫實暴 這個在佛法當中 這個大家要來理解 所以這個就是 趁性起修全修在性 也就是勿疲如法界 修本有的普賢心態 為什麼普賢心態叫本有 因為他就是你的性 你自性本來具體的 所以不是修一個什麼外來的 沒有的不是的 就是你本來具足你去圓滿他 把他顯發出來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色大身分裡面 他有一句話 無辜從此法界流 無不還歸此法界 這個在講什麼 這個也就是在講這個道理 無辜從此法界流 好成觀大師解釋 他說這個叫做從本起末 一切菩薩道的修學萬行 都是什麼 都是行從禮發 你這個萬行萬恨 是從這個禮啊 真如禮所發動的 依這個本覺 依這個真如心 所發動的萬行 這個叫做從法界所流的 一切菩薩萬行都沒有 不是從根本 一體起用的 所以這個就是無不從此法界流 那再來 無不還歸此法界 他就繼續解釋 他說色莫歸本 也就是你透過菩薩道的修學之後 最後成就的一個實相的禮 跟你出發心的禮其實怎麼樣 一樣 就是這個真如心 就是這個法界實相 那可是他不一樣的是什麼 不一樣的是你的萬德莊嚴 你在果位上來講 你具備 你圓滿了 這就是世修上的一個圓滿 菩薩道的一個圓滿 可是你在出發心的時候 還沒有具足這些 佛的萬德莊嚴 差別差在這裡 所以他說理由修閒 也就是你這個 所以這個就是有解悟跟正悟的差別 一樣是對於真如心的一個體鎮 跟理體的一個契路 實相的一個悟路 你們有沒有聽過誤後啟修 誤後啟修就是那個出發心的狀態 從解上理解到這個真如心菩提心 知道要趁這個真如心的一個根本來啟修 依的智慧來啟修 這個是出發心的狀態 可是這時候並還沒有圓滿跟佛一樣的萬德莊嚴 所以在菩薩道過程 假借世間的緣起眾生的因緣 不斷去開顯自己的自信 性德 萬德莊嚴的那個內涵 那不斷的去讓自己的 你從真實發心開始往後菩薩道的修學 就是分斷你的無名 跟習氣跟種子的這個部分 所以說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是變成不斷的去 透過菩薩道的修學 去把這個整個世修給圓滿 然後他展開的這個法界實相的靈 就近就是透過這個修普賢心海 來圓滿你這個整個 譬如法界跟這個一真的一個 就近的一個就近 所以那個就是五步還歸此法界 你所修的這個菩薩萬行都是什麼 也都是一真 不真不減 就是透過這個修 修學來展現 所以在六祖壇經裡面 這個真如心又叫做本性 那在原覺經裡面 這個真如心 他叫近原覺 也就是他圓滿的覺性 從這個佛的果味上來講 所以其實在經論裡面 這個真如本性原覺一真一心 基本上都在講什麼 都在講譬如法界 這個你們要知道 或者你們有時候念經驗 這裡講這樣 那裡講的是同一個東西 其實就是從理上來講的 那展開來 那就是整個始法界的一個世相緣起 那在佛來講 他這個就是一個智慧的作用 那在眾生來講 他就是煩惱 生死的一個輪轉 那差別就差在這裡 所以從六祖壇經來講 祖師就講 惠仁大師他就說 這就是什麼 這叫本來無一物啊 何處惹塵埃啊 眾生因為妄想煩惱 一切世間 一切世間境界 皆因眾生無名妄想而得住此 所以換句話說 這一切緣起的燃把 這些生死啊 就是無名的相 無名不覺的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現在自我的相狀 這個都是一個無名不覺的現象 那我們的真如法性 我們的本性 他其實也不離開這個世間 也不離開你現在的身心 只是就是要如何把這個忘的部分 給破除 所以你在經論裡面啊 他或者叫做斷禍正真 這兩個層面 或者是叫什麼 禍忘顯真 就是圓絕經裡面講 知患幾禮啊 知道他是幻化幻有的因緣所生的 你就要知道什麼 離開這個虛妄 知患幾禮 罹患幾絕 那我們不覺就是不知道要離開這個 虛妄的妄想 一直黏在妄想上面 然後以為他是真的 然後就不斷的輪轉生死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整個休息其實都是什麼 都是要回歸我們本來清淨的這個面貌 來開顯我們本具的這個功德 這個叫襯匹如法界 來修普賢心海 好再來 論言經裡面 有講到這個觀世音菩薩 他在過去因地的時候 他曾經供養一位佛 那佛跟他的名字是一樣的 叫觀音 所以叫觀音如來 那觀世音菩薩在因地的時候 因為供養這個觀音如來的因緣 這個觀音如來就交觀世音菩薩一個法門 這個法門叫做什麼 叫做儒幻金剛三昧 那這個儒幻金剛三昧 其實他就是八地以上菩薩 正德的這樣的一個 三昧的一個境界 那這個儒幻金剛三昧 你也可以把它分兩個角度來看 一個就是儒幻的角度 一個就是金剛的角度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從剛才講到現在 都沒有離開什麼 禮跟釋的角度 好 禮就是真儒門的部分 你的心真儒的部分 你寂靜的那個部分 那釋就是什麼 就是儒幻就是生滅的部分 可是你怎麼在生滅的當下 你還是寂靜的 這就是真儒門跟生滅門 是一體是一心的這個部分 佛就是同體啊 所以他緣起的當下 他還是寂靜的 可是我們緣起的當下 我們不寂靜 我們這個叫生滅 這樣理解嗎 所以如果要認識一心 你就要從 新真儒跟新生滅來認識 那這個 觀音菩薩這個因地 觀音儒來教他 這個儒幻金剛三昧 也是這樣的道理 也是知一切法空 度托時方一切眾生的一個法門 我們來看一下 那什麼叫做儒幻金剛三昧 也就是說他能夠通達一切法 緣起無自信 這叫儒幻 那因為知道緣起無自信 所以他能夠什麼 習緣啊 反本還原 三祖法障大師有一個觀行 叫做望盡還原觀 那我們眾生之所以沒有辦法 回到本來的面目 安住守著這個真儒心 我們其實都不是一心一意的 我們都是心緣一麻 對啊 我們其實平常日常生活當中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 就一心一意 其實從眾生的這個角度來看 那是不太可能一心一意的 那就是一個虛妄編導 三心二意啊 對啊 心圓意啊 所以這個儒幻金剛三昧 他就是因為知道緣起無自信如幻 所以他能夠習這個緣啊 習緣起的這一種妄想心 熄滅緣起的一個妄想心 然後能夠回到本心 回到本性這個真儒心來安住 能夠守心補惡 無主紅人達師講就是守心補惡 那這個叫做圓榮清淨寶絕啊 就是我們的圓絕心啊 本絕心 那觀音菩薩就因為他 觀音儒來教他這個 儒幻金剛三昧的因緣 所以他就是能夠從陰地 開始展開文師修的修學 然後入到這個三摩地 就是一個三昧 就是一個智慧 一個定能夠等詞的一個狀態 依於這個本絕的文性 那眼睛裡面觀音菩薩 他的所悟的法呢叫耳根怨通 他的身心在面對境界 面對緣起世間的時候 他不是用這個意識的妄想性 在論眼睛裡面講 他用的叫做根性 那根性其實就是我們的性性 也就是這個真儒心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叫本絕的文性 那生起這個始覺的觀照 就是我們本絕 可是眾生不知道這個本絕 叫做無明不絕 相對於這個本絕 你不絕 而有所謂的始覺的觀照 也就是你開始認識到說 我本來跟佛一樣 而開始去加工用心 這個叫做始覺的觀照 透過這個文師修 以根性來起修 而最後悟得這個耳根怨通 所以這個觀心菩薩的 在熱眼睛裡面的這個法門 就是依於這個魯幻金剛三昧 而展開的真實發起菩提心 誤入的這個法門 叫做二根怨通法門 那就是知道一切都是無患的 包括能觀的智慧 所觀的境界 這個心靜 其實會有心有靜 有志有他 這個都是能所 這個其實都是妄想的 生命門的這個部分 那他能夠了知到說 這個都是一個如患的 而能夠安住 這個叫做金剛 所以說斷煩惱 也是如患的 度眾生也是如患的 因為都是假界世間的因緣 來斷煩惱來度眾生 其實就是要圓滿 我們的自信的一個菩提 然後乃至正德的果位 無知易無德 也是如患的 因的角度來講 相對有果位的一個正德 那可是當你正德的時候 那個就是真的叫無知易無德 好 那所以這個如患指的是 從因緣的這個角度來看 再來 金剛是什麼 金剛就是指 他在一切緣起當中 他極淨的那個部分 因為他極淨所以他不可破壞 所以這個叫金剛 金剛在金剛裡面 譬喻就是堅固 那為什麼他能夠堅固 像楞嚴經 首楞嚴三昧 十地菩薩以上的三昧 首楞嚴三昧 首楞嚴就是一切事項堅固 那你說事項是緣起的 為什麼堅固 因為法性 入到法性當中了 這叫首楞嚴 能夠入到一切法的十項 他的真性當中 他的本性當中 你就是不壞 因為你就是不是緣起生業的一個現象 所以這個叫金剛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正真爵會 這個本爵的波倫的智慧 譬喻做金剛 究竟堅固的角度來講 叫金剛三昧 他本質不可能破壞 而能夠斷一切的煩惱 破壞一切的煩惱 然後依著這個智慧 能夠升起莊嚴至他一切眾生 能夠起乳患用 能夠起一個妙有 然後乃至什麼 成就佛國土 度化一切有情的眾生 他能夠不動本處 隨緣覆改 我們剛剛念的那個佛身充滿余法界 普現一切眾生前 隨緣覆改 尼不周 有沒有離開 不離本處 不離菩提屬下 耳片死亡 所以這個就是 他依於這個真無心的一個極境 而展開的一個隨緣自在的一個作用 妙緣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就是如幻金剛三昧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剛剛講的 物疲如法界 修普賢行 你就是從這個角度去看 你從禮的角度 假界這個理事 假界這個真如 來看整個佛法的一個修學 真如門跟生命門的部分 這樣就會慢慢比較能夠去了解 那也就是 金剛就是無所得 那我們金剛經裡面講 因無所住 而生其心 也是這個道理 無所住 物疲如法界就是無所住 那你無所住了 你是不是到處都安住 對啊 你如果有所住 你就到處不得安住 因為你有所住著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因無所住 那你如果光是無所住 你不生心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二聖人 他就住在他的天空內旁 在他的極境當中 他就守在那裡 這個也不是佛法裡面講的法心 所以這個要知道 金剛經大聖佛法 究竟跟我們講的就是 要無住生心 也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不管在做什麼 都是一個無所住的心 來修行 來斷煩惱 來挑副我們自己 來積累我們的一個法身 的一個功德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物疲如法界 你第一個根本 你就是要用無所得的心 這個空性的智慧 來修學佛道 好 那再來 在《圓國界心》裡面 他也提到了 雖行於空 而直重得本 好有沒有 雖行無相 你說真如禮一切相 可是他要不要度眾生 他還是隨緣度化 好這個就是 金剛如幻的這個部分 能夠起行的部分 雖行無作 而現受生 雖行無起 而起一切善行 他就是不著空 也不著有 世間人 取著三界 世間的安樂相 這個就是有 左右 然後惡聖人 取著什麼相 極滅相 這個就偏空了 所以菩薩道的修學 他就是不著兩邊 空有二邊 所以就是要能夠中道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聖之家譬如法界 修普賢 本有普賢心海 這個也就是要能夠 離邊無左 這個也有一次 《維摩結經》裡面講的 菩薩離邊無左之行 所以說這個從 佛教的經論裡面來看 其實不管每一部經典論典 其實跟我們講的 都是在講同樣的道理 或者是 如果你從華言的角度來看 他就是站在佛的高度 跟你講你本來 法爾如是的道理 本來一切眾生一切法 就是這樣 這個叫 究竟滅盤 那個《新經》裡面有一句 《遠離顛倒夢想》 《究竟涅槃》 《三世諸佛》 《伊哥羅波若密都故》 對啊 你們都會念 可是有沒有用 對啊 這個就是 你看在在文文句句 都在講這個道理 現在就是說 我們怎麼錄到這個實相當中 好不然你念的這些經都要念什麼 就是叫試修而已啊 那就很辛苦啦 那如果你要用這個 有限的八十年一百年的生命 來處理這個無始節來的問題的話 那你光試修就不夠的 那你還要有這個智慧的觀照 這個就是理觀修學佛法的這個智慧觀照 你一定要能夠 物體如法界 你要趁性來修 才會事半功倍 不然你就叫做 陳觀大師講 土自疲勞 磕頭如搗蒜 就是機械式的這樣子的一個 那個 拜佛像在運動會一樣 那共修像在什麼 音樂會 在唱歌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試修 如果你沒有智慧的觀照 就是純粹就是 停留在事項的層面而已 這樣子來學佛修法的話 就會比較可行 比較沒有那麼圓滿 所以我們進到三寶門中 重點就是你要能夠 對於這個實相 對於這個真如心 我們的本來面目 你要能夠慢慢去認識他 這樣你就不會枉廢 你今天是什麼姻緣來到這個廟裡 然後王者也好 曆代祖先也好 冤親在祖也好 都是我們覺悟的真上因緣 都沒有白白的浪費因緣 這個就要會用心 如果沒有的話 死了就死了 對不對 如果會用心的話 會入到這個實相當中 這個就是一個得度的因緣 不是只有我們自己豁然開朗 連王者都怎麼樣 都能夠超拔的 離山而道苦 那他如果自己本身又有善根的話 福德跟因緣 那他就會有他自己菩薩道的修學 跟淨土的一個成就 這個大家要知道 所以學佛不是你信 也不是就是 就來唱唱念念 立個牌位 這樣子 重點就是我們自己本身的善根 你要發動它 你要能夠升起一個 智慧正確的一個觀照 這樣才是在學佛 好吧 所以這個就是 乘自家的毗如法界 這個就是 你如何讓自己 在一切因緣 你的生活當中 你慢慢 你要往著無障礙法界 去契入 現在緣起都有障礙 那你如何 能夠入到這個無障礙法界 你要能夠地往無盡 那就是要能夠 一切 萬有萬法 都跟我有關係 都跟我是一體的 你才能無盡 否則你都有限的 這樣理解吧 好 那我們下一次再進入這個 普賢恨願修正儀的這個 內容的部分 那我們等於說前面的鋪陳 我們已經講了好幾次 主要就是讓大家多去了解這個 所謂的一心或是真如心 這個無障礙法界心 它有理有事 有真如門 有生滅門 有不便 有隨緣的部分 這個大家一定要能夠知道 這樣才能夠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你可以用這個佛法 什麼時候你要起到一個理性的觀照 好 什麼時候你要能夠知道要隨緣 好 這個理事要能夠調和啊 好 這個才是一個修學佛法的一個智慧 好 那我們來做回向 請合掌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見聞者 西巴菩提心 盡此以報生 同生華藏國 好